花蓮鑫银鸟学会团队和领馆处合作调查 与监测利物吸口保育类小燕鸥的繁殖情形 先前已经确认标记的槽位上发现蛋都不见了 而且没有破坏的痕迹 连在四天前找到的新槽蛋也都不见了 与过往陆续孵化之后可能会看到新生雏鸟 或者是留下还没有孵化的蛋的情形很不同 鸟会依照经验来推测说 不排除是人为减食鸟蛋 利物吸出海口小燕鸥繁殖调查 会在每周执行两次 在利物吸繁殖棋地发现了95槽的小燕鸥 先前已经确认并标记巢穴的位置 发现巢穴内的燕鸥蛋全部消失 无破坏的痕迹连续四天 连在四天前找到的新巢穴 里面的蛋也不见踪影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利物吸口小燕鸥的一个繁殖棋地 那它是比较靠近北岸的部分 那它的环境大概就是我们现在如果看到堤防 越过去那边的沙洲 然后一直在到有些河川 一些小支流比较独立的沙洲要涉水环境 那一大份范围就是我们在利物吸口小燕鸥繁殖的地方 那我们的繁殖地的调查是跟林务局的林管署合作 新城公司合作 那我们大概是调查期间是从4月到8月 因为这段期间小燕鸥是下候鸟 他们到台湾来的时候就要繁殖 他们就需要像这种河川的这种历史沙地里面把蛋下在里面 但因为像这种下在地面上的蛋 它就会面临到一些或多或少一些干扰威胁 那除了像是自然的天敌问题 那还有甚至是游荡犬也会去吃蛋 那甚至像是说有一些可能有些业者 可能会跑到里面去跑 那就会对整个繁殖的欺利造成蛮大面积的一些危害这样子 那除了对小燕鸥来说增加他们的繁殖成功率会降低 那其实对整个沙洲的气地环境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那我们也有接获那个鸟会跟我们通报 说在立物系的除外口的一些河川的沙洲上面 原本都会有非常丰富的这些小燕鸥在那边煮草下蛋 那最近他们经过他们调查 就发现有这个里面的蛋都不见了 他们研判可能就是被民众被减死了 那针对这个行为的话 如果是按照现行的这个野生动物保育法的规定 是因为验龙是属于保育类 所以我们如果去跟他猎捕或宰杀的话 按照我们这个野生动物保育法的规定 是要处六个月以上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那得病科新来币二十万以上一百万以下的罚金 那如果是你有未经主管机关同意的话 你有就是说再进一步去跟他捕捉贩卖的话 这个就处的也是一样会处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那病科新来币一百五十万以下的罚金 与过往的陆续孵化可能会有看到新生的雏鸟 或是留下还未孵化的鸟蛋 这样的情形是相当不同的 野鸟协会也依据经验推测 不排除是人为捡食鸟蛋 造成小烟鸥繁殖失败 这对于生态调查执行和保育野生动物而言 是相当大的挫败 记者林杰 新城乡 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